冬月 有很多事 我们不能用武律 或者计谋去解决 就像你一样 你非要用你的权力 你的计谋 去解决闪救这件事 所以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 最大的威胁了 他可以随时释放X病毒 引出更多的麻烦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的老板不会坐视不管的 你怎么又在企图一样 不依靠别人啊 冬月 有件事我非常奇怪 傻妞感动了你 是你让傻妞回到我身边的 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你又产生了把傻妞 从我心里彻底抹去的念头 因为他骗了我 我让他给我和妈妈做了亲戚鉴定 他鉴定的结果是 我们不是母子 傻妞不会骗你的 可是后来我又做了一次 这次的结果是 他还是我妈妈 你说的是真的吗 冬月你相信我 傻妞不可能骗你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我我还是你妈妈 妈妈对不起 假傻妞做的事情 全都是你指使的 对不起妈妈 对不起妈妈 大姐 大姐你儿子在右边就打错人了 我打对了 打的就是你 冬月 让妈妈看看你 冬月 让妈妈看看你 妈妈妈 你就是我儿子 妈 你是我儿子 妈妈妈 您知道吗 我从小到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见您一面 能够为您做点事情 为此 我不惜去窃取别人的科研成果 不惜去坐牢 我 冬月 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 都已经不干涉儿女的婚姻了 你一个来自二零六零年的人 你竟然要干涉了父母的感情生活 这是因为你对不起我妈妈 是因为你对不起我 冬月 你伤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爷你奶奶都多大岁数了都 这都是你的错 对 都是你的错 这 没看出来啊 这楚楚还挺厚肚子的 冬月 冬月 你荷兰阿姨的公司 很快就要破产了 你不能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我会把钱找回来的 不是 你也许可以把钱找回来 但是 你也有可能让这个时代付出 比一个亿更大的代价 冬月 把真傻妞给我 我来办这些事情 你怎么处理 用你的爱 你的爱已经给了傻妞 还留电给我妈妈 再多一个假傻妞 你有那么多爱吗 冬月 你对爱的理解太下矮了 我们家的感情问题是小事 我希望你能本着 对这个时代负责的态度 好好想想 你还是抱着负责的态度 好好想想怎么对待我妈妈吧 我 冬月 你爱妈妈吗 听妈妈的话吗 听 那就把傻妞还给你爸爸 这句不听 我现在怀疑你爸爸是黄德华 我现在怀疑你爸爸是黄德华 不是 那 来 媳妇你回来了 这 这 要不 你管的叫舅舅 他不叫 你哪那么多事 坐下 去 来 女 坐下 让我好好看看你 你 你干什么呀 他是人 我儿子 你出来没跟我说过 你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你哪那么多事 回回回回回回 回屋睡觉 回屋睡觉 回屋睡觉去 我给我爸打电话 喂 爸 他有个大儿子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要重新考虑一下这门妻事 不理他 冬月啊 你告诉妈妈 这些年 是不是爸爸对你不好啊 那倒没有 就是想妈妈 好可怜哪 我问爸爸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妈妈 他说您去了很远的地方 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于是 我就盼着妈妈能早点回来 我能够投进妈妈温暖的怀抱 我从五岁盼到六岁 从六岁盼到七岁 就这样 一直盼到了二十岁 后来我决定 我要去找妈妈 妈妈 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看来 我还真死了 没有 妈妈 您担任了拯救地球的工作 身份是保密的 不能跟家里来往 我 我还能干得了这工作 妈妈 您经历了这么多平常人 不可能经历的特殊事件 当然有这个可能了 而且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有种怀疑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见过你呢 那这工作我不干行不行啊 你不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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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还能干吗 他还不干吗 我说了 我们应该把我记得了 他只能让我去 你那也得了 你还不干嘛 有意思 我还要去哪儿 陆小谦会帮你忙的 对了对了对了 陆东西可能会把傻牛还给陆小谦 我觉得他是受不了他妈的压力了 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让他们去团聚啊 那您就不怕团队您 没关系 让他们能量去聚合 达到一个均衡 他们自己就会打起来 他们就没时间管我们的事了 您可千万多得谨慎 那个陆小谦经得跟猴似的 猴比人经吗 不是 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个比喻嘛 这个比喻不恰当 如果你比喻一个人壮大像头牛 这个比喻很恰当 如果你把猴的智商和人搁在一起比 那只能说人很愚蠢 您说的挺有哲理的 不过听起来我怎么听着像王天霸说的话 这个王天霸 影响力还很大呀 陆小谦那会儿 不不不不 陆小谦他比喻儿还精 您可千万别招了他的道路 不要管我的事了 他们一定会赶你走的 要想办法留下来 不是不是不是 你留着 你我还有用 不是 马上我 好了好了 我还有很多伟大的理想要去实践 马上 马上 来 这里就是你只住的地方啊 对啊 因为住在这里离妈妈近 妈妈要是有什么事情 我随时就会过来 你去哪儿啊 我就是想回家了 咱们也该分手了 这都是我自己的东西啊 你们自己去看看 为什么 不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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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送上来的 为什么突然要走啊 陆先生 您误会了 要走的人不是我 什么意思 是我 你爸是个讲原则的人 他是不会让你留在这儿的 你是有超能力的人 留在我们这个时代 对我们是有威胁的 那又怎么样 只有傻妞有时空穿梭的功能 就连九号和我老板都没有 傻妞现在在我手上 傻妞很快就不在你手上了 为什么 您信不信吧 超不过五分钟 你妈就会向你要傻妞 而你又是和你妈又刚刚团聚 你是不忍心拒绝你妈的 你又不走了 好好好 她一时找不到工作 就让她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吧 对了对了 那个厨房 那你们先聊我回房间了 来 妈给你出来 好 冬月 我知道 因为妈妈的事情 你跟你爸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鸿沟 可是 眼前这件事 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安全 所以 就别跟你爸斗气了 万一酿成更大的后果 连妈妈都不会原谅你了 冬月 把傻妞还给你爸爸吧 妈妈 这件事情是我引起的 所以我想 我知道你想证明给她看 证明你不是一个窝囊的儿子 可是 咱们母子刚刚团聚 我恨不得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天天都看着你 也许 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他还要很整体 我看着今夜 是啊 对 我們好想 Obrig 嗯 谢谢 你 我一定要理想 谢谢他 可以 对了 那个小尾巴呢 我好久没看见她了 还挺想她的 你让她出来 我想见见她 小尾巴现在对我有一些误会 她到现在还坚持认为 你不是我妈妈 她坚持认为傻牛没有骗我们 那说明这孩子呀 本性是善良的 也不全是她的错 你让她出来 我好好劝劝她 爸爸 姐姐不会骗我们的 小尾巴 就算傻牛姐姐骗了你 就算她做错了一件事 她也不是坏人 她还是个好姐姐 初初姐姐你说得对 不 她是你奶奶 小尾巴 小尾巴 不像是吧 我也觉得不像 哪有我这么年轻 就当奶奶的 还是叫我初初姐姐吧 好吧 对了 傻牛姐姐呢 爸爸 你是不是还没把 傻牛姐姐放出来 爸爸会把她放出来的 但不是现在 好吗 好吧 谢谢爸爸 好吗 对了 好吗 我 一分钟 我 我 好吗 小伟爸 姐姐 是我把你偷出来的 爸爸现在还没发现 谢谢你 小伟爸 姐姐 你带我走吧 要不爸爸给惩罚我了 走 我觉得傻妞应该不会骗他们的 先不说这个了 现在咱们俩是姐弟 你放心 我有耐心 而且我也希望你跟傻妞 能重新聚在一起 谢谢 你说这事闹得 姐姐跟弟弟生了个小孩 怎么保爱说呀 是啊 这开玩笑都觉得尴尬 好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我要回去看看他 现在是一会儿见不到他 我还真有点想他 你说以前对你又怎么有这种感觉啊 嗯 是 这感觉已经都给了有所为了 你这玩笑开得可不尴尬啊 我走了 楚楚姐姐 好 我让他走 你走 你的表情 我听过了 你的表情 你不懂什么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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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相信我就是傻妞吗 我相信 我是傻妞 我才是傻妞 她是假的 我才是傻妞 不对 她是真的 我是假的 她是傻妞 傻妞 傻傻姐姐 傻傻姐姐 对不起 小妞 刚好我也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嗯 你说吧 我知道东宇伤害了你 伤得很深 我替她向你道歉 毕竟 她是我跟小千儿的孩子 希望你能原谅她 傻傻姐姐 陆东宇不是你们的孩子 她真的不是 傻妞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理解你 还有 我跟小千儿是以后的事 现在我们是姐弟 我不会打扰你们的 傻傻姐姐 小尾巴 是把我偷出来的 她要是回去 陆东宇肯定会惩罚她的 不用怕啊 她不敢 有我在 那万一 万一她要敢把你怎样啊 我就对她实施妈妈的权利 走吧 傻傻啊 你刚做的权影 不要滥用啊 小千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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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都来了大半天了 妈 这一宿啊 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总想过来看看你 东宇 告诉你件事 趁你睡着的时候 我把傻妞给放走了 东宇 傻妞是妈妈的好朋友 帮我妈妈很多次忙 还救过我的命 这么大的人情 还都还不起 怎么还能跟她争你爸呢 感情上的事啊 强求不来 都顺其自然吧 我已经不强求了 我已经不强求了 但是我担心的是 她不让我留在这里 这是你的担心 还是张鹤的担心 东宇 这个人的话你不能再听了 而且 我劝你让她尽快走 再跟她接触 我怕你还会做出 不该做的事 拜拜 安静好 可是我花了她很多钱 花她多少钱 妈替你还啊 不行 那也没那么多钱 让你爸替你还 我跟她说去 东宇 东宇 把对傻妞的控制解除吧 我不再控制她了 不就行了吗 傻妞已经是有 独立人格的人了 咱们不能控制 别人的自由啊 你要不听妈妈的话 妈妈可要生气了 爸爸要听奶奶的话 要不然奶奶更生气了 要不然奶奶更生气了 爸爸要听奶奶的话 傻妞 解除通讯信息控制功能 嗯 太好了 傻妞 冬宇答应对你解除控制了 走吧 嗯 好了 傻妞 对你的控制已经解除了 谢谢你 冬宇 我觉得 你们不应该赶走账户 让冬宇跟她在一起 能有好事吗 嗯 嗯 马上轮轮丧了 踏河 我姐来找你啊 是给你算账 不是那意思 坐下坐下 坐下吧 我知道最近冬雨 花了你不少钱 是吧 我初步算了算 应该有四万八千二 是吧 陆先生真是好激情 加上你们的生活费 住宿费 一共是八万五千四 这个是十万整 给凑一种数 陆先生你千万别那么客气 我这这 我让你拿你就拿着 我也知道 最近你陪那小的玩得挺开心的 是吧 你也没怎么上班 这点钱就算你的劳务费了 我告诉你 再多了没有了 陆先生 这些日子 我能有机会和你们这样的大人物接触 我真的已经感觉到很荣幸了 那个 这会儿 我跟你说 我知道 你是个聪明人 如果 你要把你那点聪明 用在正道上 我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会成功的 可是 如果你有一天 把你那点小聪明 放在了歪门斜道上 总有一天 你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的 可到时候想改 你又没机会了 陆先生 我一定改 一定改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是非常真诚的 我希望 你有时间 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的人生 好吗 这么着吧 以后啊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一定会尽力的 陆先生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以前对你们做了那么多那样的事情 您还能够不计前嫌的对我 我真的 我真的 我打心眼里头感激 说真的 可能真的是 我受到我家庭的影响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请您相信我 我以后一定会改好的 如果您以后需要我帮忙 打上招就行 行 我相信你 我们也会需要你的 收起来吧 多了点 竹虫 你说他真是 你看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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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说句话呀 说句话呀 你看 这孙子长得可真好 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这这就是我孙子是不是 孙子你多大了 二十三 这岁数好 这岁数可真好 比你爸爸小两岁 这话怎么这么变呀 别扭什么呀 这么说 小千跟楚楚的事 还真成了 爷爷奶奶 真好 前一阵子让你们吹了 那么多苦头 孙子给你们道歉了 不用不用不用孙子 谁让你一回来呀 我们什么气都没有了 是啊 你你现在住哪儿啊 和妈妈住在一起 这么着吧 你搬回家了 对 你看 你们还没结婚呢 带着你这么大一个儿子 他多不方便呢 是啊是啊 你看这嫂子长得可多结实 你和爸爸结实 像你年轻的时候 对 真像我 行了你们 都绕几圈了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楚楚 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楚楚这叫年轻有违 年轻有违 你瞧 给婶看看 比她爸身材个强多了 那你让她爸呀 叶神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怎么对不起我了 前一段时间害得您 是你小子啊 大半夜让我都要远跳槽 差点没累死我 你一看啥子 别别别别别 你小子 你小子 终于你的情意 那不是孩子的错 都是她爹 陆小千惹的货 知道吗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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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哥哥 现在只能等九号主动联系我们 我们联系不上她 那她会吗 一定会 陆小千 我不会让你拿回那一个亿的 九号 昨天下午冬雨出现是个意外 我已经跟她事前说好了 她应该是不会出现的 九号 我想跟你正常地谈谈 好吗 谈 谈什么 让我放弃你 让我回到陆冬雨身边 规规矩矩地做回一个没有生命的手机吗 不用谈了 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吧 你的什么方式 我们打一个赌 一个星期之内 如果你拿回来那一个亿 我就乖乖地回去做我的手机 如果你拿不回去 那就让我继续做我的傻妞 要是这样 这事情就好办了 扫描密码信息 小千哥哥 账户密码 高达三十六万字 好 三 三十六万字呢 一傻妞现在所掌握的技能是解不开的 全都靠你了 不可能 一大作也解开不了她呀我 哥们儿 我相信你 你也不用死 这是你将功赎队的最好 机会 就凭你的聪明才智啊 你解不开谁能解开啊 也只有你能解开了 加油 试试看吧 他这么说也不怕害死张鹤 你说的没错 你爸现在做事啊 是越来越不诊弥了 你看 张鹤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天才嘛 天才能做出什么事来 那谁预料得到啊 我还是不相信 怎么样 解开了 还是解不开啊 没事 我真有信心 你说你那时候卖房子的时候 不是解过不准的密码吗 对啊 这次怎么回事啊 怎么说话呢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解短 我不解了 你解 你解 我错了我错了 我这真不会说话我这嘴 不是你说这 你要不解谁会解啊 来来来来 您来您来您来 来来来来 我给你按 我给你按 就我呗 哎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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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呢 这样呢 赶紧啦 这样不开啊 已经过去六天了 她不可能解得开 冬雨啊 我怎么听你这话说的 好像有点得意啊 这可不好啊 爸爸 你应该着急的样子才对 妈妈 妈妈 你看到爸爸和傻妞在一起 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啊 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没有啊 舒服 我舒服极了 怎么可能呢 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怎么能舒服呢 我怎么就不能舒服舒服了 看来你不爱我爸爸 说得也是啊 说得也是啊 要不然 看他们俩在一块儿 怎么说舒服的人 也不应该是我呀 我就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懂得 他们公司同意我们才报警 钱是在我们银行丢的 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报案了 没有必要经过他们同意 拖了这么久 这种勇往我们身上招揽责任呢 可是他们说有把握把钱找回来 这一个亿的数目太大了 除非他们愿意承担责任 非人向你们问好了 那一个亿的事情我管了 如果在下班之前钱还不回来 你们就尽管报警了 就算了 那是个县里的 你怎么办 把握把握好 那是个市场历史的行业 我还要去查理换 你也要去查理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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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要去查理换 迦克 张鹤 我怎么觉着你 兜了一大弯子呀 有吗 张鹤 我明白了 看来这个密码 真的很难破解 不 不难 小圈 闪妙 你们这招太高了 给我一个小时 保证和你没门 一个小时 你就不要那么着急 离五点半啊 还有两个小时了 慢慢来 那就更容易了 可是 这种方式真的用一次 万一破解密码的方式 泄露了 以后就不好使了 我现在感觉 至少有两拨人在看着我 你进来报个忙 来 快 你觉得他们 能破解密码吗 能 能 我对你爸呀 有信心 妈妈 你有点盲目崇拜啊 你会不会 你不想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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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